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米饭 欢迎回来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我出门书包里会装的一些文具 简单说一下就是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收集笔的人 就是我会买很多很多的笔 然后如果是喜欢的那种设计的话 我可能会他那一个系列所有色都买 如果我是出门背书包的话 就是这些东西我都会装在那个书包里 如果要是背小的包的话 我会就带这边这两盒外加这一包东西出门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快点开始吧 先从我平时经常会带的这两盒东西开始吧 先是这一盒 然后这个铅笔盒呢是木鸡的那个铅笔盒 这是已经买了能有好多年了 然后已经不记得了 里边这个就是我之前印的一些 这个是那个TN的小尺子 然后是我的小伙伴给我种的草 然后一开始是借用它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用 然后就买了 它是黄铜的 然后它的价格 是一个心酸呀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也就是几百日币吧 然后就结账嘛 一结账发现一千块钱好像是一千日币 哎 心塞呀 这么贵 然后但是很好看 它这个可以就是这样别在你的本子上 它就可以别在你的本子上 非常方便的一个小尺子 好 下一个呢就是百乐Juicy的那个笔 然后我自己吧 是一个非常喜欢细的那种笔的人 所以我基本上买了三个0.38的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0.5的 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Juicy它这个笔不是有特别特别多的颜色吗 但是我平时就会用到只会用到这两只就是一个是那个黑色的 一个就是那个酒红色的 它们俩就是我平时最常用的颜色 下两个就是我自己喜欢的YouTuber一直在推荐的这个牌子的彩色笔 我自己买了两个颜色就是一个是紫色一个是绿色的 我觉得这个笔它的那个头是这种感觉的笔头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这种笔头的 而且它这个笔就是有点水吧 就是你要是写在那个Moleskine它都会阴成狗了 所以就是最近都很少用这个笔 然后再就是已经跟随了我无数年的百乐的这个自动铅笔 就是你在日本留学的话 或者是在日本的话 它们就是非常常使用的是自动铅笔 而不是水性笔和油笔 就是大生小生 尤其是你要是准备入学考试或者是有各种各样考试的时候 你都会需要用到自动铅笔 然后我觉得这个自动铅笔 它的这个部分它是胶皮的 但是它已经跟了我能有四年了吧 然后但是它那个胶皮完全没有裂化 就是如果你用过那个Zaber 斑马和那个三菱的的话 它那个时间长了 它的这个胶皮部分会裂化 会粘粘的粘手 然后但是这个笔呢 它一直都没有 我是一个非常偶尔杂派的那种人 就是并不会很去保护这些东西 然后在我的蹂躏下 依然就是坚挺的像新的一样 我觉得它的质量也非常好 而且你用了这个笔 你会非常喜欢写字 嗯哼 这个笔我还推荐 然后再就是呢 我平时会在铅笔盒里 唯一会带的一个那个印章 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脸的一个印章 是百乐的那个可以擦除的 平时把它印在我觉得恐怖的事情上 比如说发表呀 然后论文的那个截止日啊 还有那个见教授啊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啊好可怕 然后就印一个 然后感觉还挺有喜感的 然后剩下的这里边就没有什么东西啊 都是一些杂物 就是这个盒子的另一个妙用 就是它这个印章不是有特别特别多的款吗 你可以用这个盒子来装 这个印章就把它们这样排列起来 你看它在这里面是正好的嘛 你把它排列起来 平时你出门就带一个这个盒子 里面就全都是印章了 我觉得很方便 下一个 下一个其实就是我有那么多的胶带 我觉得每次带胶带出门都很不方便 就做了这个 然后这边就是新做的 新买的那些 然后就重新做了几个 然后以前做过的都是 平时觉得就是出门 要是可能会用到那些基本的款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挺方便的 还有替换的芯也可以放在这里 这样的话你就不怕你的笔没有芯了 哦对这个盒子呢是在那个百元店买的 它有好多颜色 然后这里有别的设计的 这个盒子其实和Muji的盒子的质感差不太多 只是Muji的盒子看起来就是更有做工更精良一点 然后这个就有一点哦杂巴的那种感觉 然后但是它俩其实并不差多少 然后那个印章 那个小印章你也可以就是放在这个盒子里随身携带 然后这两个盒子 有的话就很方便啦 这个包呢也是在百元店买的 是它和那个女孩研究所 然后合作的一个款 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袋子 然后让我们可以打开吧 好首先出来的是一个胶带 是那个PIT的 就是可以一分钟之内重新无数次粘 重粘的那个胶带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笔 可以擦除的百乐的 对三色的 其实我觉得平时最常用的也就是这支笔了 因为它可以擦除嘛 你有的时候写的就是有提预定 就是你要先拿这个笔写一方 就是后来会变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好 然后 这还有一个胶水 就是南投拿苦放在里面的 不是 然后这一包其实就全都是我的水性 水性笔 然后这边还有一把剪刀 就是也是在百元店买的 它特别的小巧 然后你把它打开 然后把这里 这样一下 可以使用啦 然后非常小巧方便 然后就是随身鞋带性比较高 这个比较便宜 然后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呢 其实我这里面 就是我的一些 会随身鞋带的彩色笔 还有几支好像就蜡仔研究室都不在这边了 然后就是那个钢笔 然后也是南投拿苦就放在这里了 就是南投拿苦也放在这里了 先从这个网红笔系列开始介绍吧 会买这个网红笔呢 也是我自己最开始喜欢的youtuber 然后他就买了全套的这个笔 然后做过一次report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先买了这六支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紫色的特别好看 然后就把这个settled都买了 因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会买这六支笔呢 是因为就是我当时小伙伴刚刚案例了我那个Bullet Journal的写法 然后他说你需要用记号笔在里边就是标颜色什么的 而且追踪你的时间都用到哪里去了新技能追踪的时候 也会需要用到这种笔 然后我觉得六个颜色的话应该够用了 然后就买了一套 它是两头的嘛 然后一头就是正常的记号笔 然后另一头就是一个细的 细的那种彩色笔的那种 我觉得还很方便 剩下的这四个呢 是我在instagram里面看到一些po主po的好看的那个Bullet Journal的写法 会用到的几个颜色 然后第一个就是灰色 我觉得这个灰色非常的常用 然后这个蓝色呢 就是它是那种蓝色深蓝色也很好看 这是那种绿色 然后这是那个砖红色 然后你用这些笔也可以用来画画 你在你的手帐里面画一些奇怪的小画 用它涂涂色什么的 然后感觉你的那个手帐也会变好看的 所以我也推荐大家这网红水彩笔 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收一下 然后它有那个三种set 然后一共是18支吧 然后我就买了这些 我觉得其实我平时最常用的就是 这一支这一支 还有这一支 这三支 平时最常用的 这些我几乎都很少用到 就是我以前非常喜欢用的是这个三菱的水彩笔 因为它的那个这个头 就是它的这个头的中间部分是透明的 就是如果你是学生党的话 画那些重要的句子 你可以就是看到它的结尾 就是什么时候结尾 什么时候停一下 然后呢 这个系列 它这个好处就是 它的这个背面 它是百乐的嘛 然后它这背面的这个头 就是可以给它擦除掉 就是你写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写多了或者写错了 你可以就是用它来擦除掉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是学生党的话 我觉得 其实你买就是这个三菱的这个 可以空的 就是可以看到后面字的那个系列的笔 或者是你买这个 白乐的 也是它们那个可以擦除系列的那个荧光笔的话 学生党基本上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长得还挺好看的 挺上向的 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如这边这四支 就是功能性强 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特点 就跟普通的那些水彩笔差不多 只是它长得好看一点 而且颜色五颜六色的 然后大家网上就是对它的一个追捧 然后才让它这么火的 我觉得这一面这四支也完胜 然后这一包笔呢 其实这一包 这个袋子也是在那个百元店买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帆布的质量也很好 它有很多颜色 然后它这都可以拉开 然后里面可以装一些小东西 然后这边也可以放一些 就是放的啥 放的照片 就是你看那个笔的T恤什么的 然后这种小的文具什么的就可以放在这里 让我们快点打开这一包吧 这一包就是我的乱七八糟的笔的一部分 刚才那个钢笔是跑错的位置 钢笔基本上都放在这个包包里的 以前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然后人家发的那个三菱的圆柱笔 然后上面 但是上面写了什么 祝有上市 我以前还曾经想过拿那个贴纸把它贴掉的单 想想算了 然后这个笔也很好用 它是有铅笔 然后有红黑蓝绿四个色 然后平时你要出门带一只这个笔 其实也很方便 然后就是这个 也是那个百乐他们家可擦厨的那个系列 对以前也经常用的 然后这个也是 为什么我这么多百乐笔呢 我才发现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三菱 三菱他们家笔的人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近几年都买的是百乐的笔 这个笔它是两个色的 是我以前就是打工的时候用到会用到的笔 然后现在我都不打工了 所以这个笔就放着了 这个笔大家都不陌生吧 如果你是高三档的话 就是不知道现在的高三档是不是用这个了 我那时候写正直啊 弟弟啊什么历史那种很长的东西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用这个笔写 因为它真的好多好多 而且你买一盒里边是十只吧 然后能全用完的话 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对然后是这两只小的那个可擦厨的笔 就是0.38的 这个就是百乐那个可擦厨的那个笔的小的系列 然后这一个好像才160几日笔吧 然后我觉得也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有了那个三色的话 其实这个基本上都用不到了 然后这个也是 为什么都是百乐的 对可擦厨的那个系列 它的它是那个水彩笔 然后可擦厨的 对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学生档的话肯定都会有的这个 三菱的它那个的 摁的那个圆珠笔 特别喜欢它这个设计 就是它这个设计 我以前印竖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喜欢 然后但是来了日本之后 就很少使用圆珠笔了 所以它们俩也就是放在包包里了 这个水性笔就是三菱的那个学生档也是非常常用的 我们说来了日本之后 你会更多的使用到那种可擦厨的笔 因为就是有那个笔比较方便 然后但是你在写重要书类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用到这种不可以擦厨的黑色的圆珠笔 就是你出大学院出院的时候什么的那种东西 都要拿这种笔鞋 然后这个呢是国内的那种水彩笔 是由小伙伴走的时候丢在这里的 然后有好多好多的颜色 现在只有金色和银色 剩下的颜色都在研究室里 然后这个呢是我刚来日本的时候 搬马新出的一个这个系列 其实这是我第二只 我第一只就是打工的时候 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这倒很伤心 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好看耶 就是很小清新 很那个然后里面可以放三个颜色 你平时就是插在手张上 这一只就够了 写什么东西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然后这个呢是萨拉萨拉 也是斑马的那个黑色圆珠笔 是有的时候出门忘带笔了 就是随手在车站买的 然后也其实就没怎么用过 然后这是一个自动笔的笔心 然后就是这个笔 这个笔呢就是它有自动笔 也有那个圆珠笔不是吗 我就特别喜欢它的这种设计 我觉得特别可爱圆圆的 那个时候我就疯了一样的着迷这个笔 我就觉得它真的很好看 就把它的颜色都买了 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自动铅笔 它也买了能有五年了吧 然后当它那个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粘手了 就是烈化了 哎真小心 就是这四个笔都是黑色的圆珠笔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好看 然后就把它们全买了 然后平时我只会带这只黑的出门 因为最喜欢的是这个黑色的 这个笔我也把它的所有的颜色全都收了 然后现在剩下的就剩这三个了 剩下的都用完了扔的扔 怎么怎么一点都不爱心 这个笔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是我买的都是0.38的 就是写字还挺好看的 有蓝色绿色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笔也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的这个设计我也觉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下面的这个皮子也没有裂化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 下面是橡皮的这种皮子的笔 就是特别多的就很容易裂化像这种的 你时间长了放在包里 它就很容易说裂化 就是会黏黏的 然后这个皮子它就没有裂化 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推荐你们买这个笔 然后呢再看看我以前喜欢买的自动笔 我以前刚来日本的时候 发现日本人这边特别喜欢用自动铅笔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自动铅笔 经常使用的 这个就是那个是屁什么的那个牌子 这样的一个自动铅笔 它是可以就是像那个圆珠笔一样这样插 插着有笔盖的 然后粉色的 我觉得这个笔特别的好看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那个百乐的那个塑料 它这个部分是塑料的版本 然后它就比较便宜 但是它这个质量就没有那个带皮子的那个好 你看这里都碎掉了 然后这个也是屁什么的那个 然后这个笔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班里 就好多小伙伴都有拿这个笔 好下一个就是一个也是在百业店买的 这样的一个袋子 它也是有好多层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袋子就是被我拿来装电的词典了 对这个包就是我平时会把一些小的杂物什么的 充电线什么的都塞在这里面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录音笔我就怕找不到 然后都全都放在这里面 我觉得有了这个真好方便 这就是像是一个电子设备的那个小包 你出门只要抓着这个在包里的话 你就不会担心你的那些充电线什么都忘带 也不会有那种尴尬 就很方便 我觉得你有了这些包包 放在书包里的话就非常的整齐 你也不会讲着啊我什么什么忘带了 怎么办啊就这样 只要你这个包在你的东西都在 你会很安心 而且它们都很好的收纳在你的包包里 你的包包也不会变得很乱 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变成了一个有整理屁的人 你以为这个视频就这样会结束了吗 其实并没有 还顺手去了一下那个Celia 我觉得它们家的那个东西都很欧夏的百年店 第一个是那个1月到12月的那个索引吧 你可以贴在你的手杖的周边 因为我觉得Hobo的那个大的 很大的一个bug就是它翻那个页特别不好翻 然后想要用这个贴在那个手杖上 第二个超可爱 它是那个信息卡 Message card 信息卡吧 就是背面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把它装饰啊 也可以在后面写上自送朋友啊什么的 我觉得太可爱了 这个熊好呆哦 然后就买了 然后呢是 就是在那边偶然间发现了一个上面 就是一些用过的邮票的那种贴纸 很复古 我觉得挺好看的 就买了分钟才100日币一个嘛 然后就是它们家的那个转写 这个中文是什么呢 它的日文是天下系鲁 就是之前我介绍过的那个 然后它有特别特别特别多的种 然后我就买了其中的一个 我觉得还很好看的那个 然后下一个是你们都已经 我都已经介绍过无数次的这个贴纸了吧 对然后又发现它新出了两个这个 是新出的 这些都是以前有的 然后我之前买的那个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然后又去新补了三包 然后觉得还蛮好看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微博 就请关注我的微博 米饭只是一碗白米饭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共账号 也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共账号 希望你看得开心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